嗨,歡迎回家生活不就這樣 我是老闆 我是天 我們今天就馬上要來跟著這個Apple Event 我們就來幫大家看完之後整理一下 給你們的選購建議吧 今天蘋果發表會你看了嗎? 沒關係 每看才會來看我們的擁抱整理 然後還有我們身為iPhone 13 14 Pro 還有 Watch Series 7 8 的深度用戶來做的選購建議 跟就是瞎聊 好,那這次蘋果這次85分鐘的實體播放發表會 只介紹了兩個酷東西 就是Apple Watch跟iPhone 那我們就以iPhone 13 Pro 以及14 Pro 和Watch 7 8的用戶 來給大家一些選購建議 整理一些很有用的表格吧 好,那先聊iPhone 15 iPhone 15價格全系起售 暴漲2000台幣 而Pro Max因為給了256GB的容量 跟全新尊絕不凡的潛望式 就是5倍強焦 就是120mm 起售更是漲了6000塊 來到44900 1TB的版本 更是來到了58900 所以傳說中6萬塊 iPhone就快要出現了 當然這個更新也不可謂不大了 所以蘋果搞了一塊新的這個 CMOS給了15的新主鏡頭 介於13 Pro和14 Pro之間 而這次也支援到了14 Pro的那個4800萬像素 跟四合一功能 繼承了14 Pro裡面 我們覺得最棒的這個 兩倍裁切尾幀鏡頭 那這個鏡頭真的好用 13 Pro用戶覺得很像 拍桌面跟15可以避開音 也直接獲得等效大概50的錄影焦段 4K60、HDR、WVision這些都有 等於15也完成了三鏡頭的升級 很像12 Pro的這個配置 但畫質細節全部都升級了 但要注意的是 感光元件還是沒有比14 Pro好 這邊逐境有個小表格給大家參考 回憶一下13、14 Pro的鏡頭表現功能細節 可以看這邊 有我們之前測試的影片 這次相機有個很有趣的新功能 是透過機器學習 如果判定主題是人的時候 就會自動開啟成像模式 當然也支援後期的景深調整 那大家最關心的顏色 今年15跟Watch一樣都端出了粉紅色 其他顏色也都是粉嫩粉嫩 有粉藍、粉綠、粉黃等黑 淡淡的應該是蠻好看的 Pro系就比較瞎趴 身體質太金屬的邊框 順便配合出了原色、藍色、白色、黑色、太金屬的配色 我自己甚至喜歡那個藍色 有一點那種夢迴iPhone5 夢幻藍的感覺 那太金屬最好處就是 比14Pro系列少了 接近20克重量 而且手機更薄了 這點會對手感非常幫助 而且對手指手腕的健康也都很幫助 畢竟13Pro、14Pro都超過200克 加保護殼拿久的真的是蠻不舒服的 那再講到15Pro的相機升級 感光元件鏡頭沒有升級 但透過算法來新的合併 給了24、2835mm這些常用的焦段 有2400萬像素的照片 還有HIP格式提高了畫面的寬容度 這如果框欠充足的情況下拍攝 確實已經很接近可用的專業水準 新專利的這個5倍120mm長焦只有給Max級型 畢竟潛望式就是需要更大的面積才能夠容納 除了這個OIS也有這個3D sensorship防手震 那這個長焦的表現蠻值得期待 Pro系還有就是用原本那個3倍鏡 反而Pro Max沒有 所以就是這個蠻有意思的 一個有3倍一個有5倍 但是互相沒有 那結論就是呢包含微距鏡頭啊 Pro系列現在有7顆專業鏡頭 所以真的是蠻不錯的有點羨慕 那Pro系也支援了最高4K60 ProRes的錄影 或是LOVE曲線配合ACES後期調色 這些更專業向的錄影功能 但講真的會用到這些的人真的是 超級少數超級Pro的一群 那當然這個Pro系也透過了這個 雙鏡頭協力支持空間錄影 但是要到明年初在美國上市這個VGen Pro上 才能觀看 還有一些就是我覺得比較積累的更新 那全系動態島 這個就是看到會覺得很不錯的介面互動 老實說就是可有可無 還有這個SOS衛星支援多了兩國 總共14國但還是沒有台灣 還有Findemine支援朋友互找 像AirTag的那個精準定位 那這邊也有我們之前實測AirTag的影片 想看可以去看一下 進一鍵改成了這個Action Button 有按壓正中反饋 在不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功能 可能這還不錯用了 但感覺也是有點飢餓 最後是眾所矚目的Type-C 終於來了 整天催環保的蘋果 終於在歐盟心法的斜負下給人 但15系列只支援USB2 Pro系也只支援USB3的速度 想想當初還在笑想這個SUNERV4 真是很可笑 這是蘋果耶 那iPhone的部分 最後聊一下Pro系的新晶片 人類第一顆發表的3nm晶片 A17 Pro 它這名字聽起來就是漸漸的感覺 擺明就是有一顆比較不Pro的A17 但就不知道蘋果打算放在哪裡 我自己猜是下一代的iPad mini 原本也是說這次有可能會出的 這顆有的移動端史上最強的CPU跟GPU 這件跑分是測試說CPU有30%的進步 那這個就認識測了 蘋果說可以吊打Intel、AMD 倒是蠻期待它的外星科技 這次還塞了光追單元到它的SoC 然後繼上次笑服後 又找了一些遊戲製作人來催 看起來本來就已經獨孤求敗的手機遊戲端 蘋果要繼續發力 那不Pro的系列也是老規矩 用上一代Pro用生的A16 有什麼特別的 所以最後重點是 注意啦!台灣時間 9月15號晚上8點開始搶 9月22日正式發貨 我們大家的這個錢 還有錢包準備好了嗎? 我沒有 所以這次應該是想換 但換不了 OK! 再稍微聊一下這個Apple Watch 延續這個三代一換外型的規律 來到了第九代 外型不變之下可以有新的這個S9晶片 支援了iOS17有的那個NamDrop 關於火系軟體的更新整理 我們這邊也有6月WWDC的整理影片在這邊可以錄 那Watch9最值得注目的新功能就是這個佩戴手平空 連兩下可以接聽電話 喊下一些簡單的指示 感覺是好像有點雞肋 但實際用起來應該是還蠻不錯的更新啦 那它是透過感應的血流 達成這些精準的控制 那大概這就是最主要的更新 其他像是表面最大亮度提升啊 跟Always On這個功能 我覺得更普通 但是蘋果這次花了一堆時間強調 這是一個很健康啊很環保的產品 可能就是因為沒有東西可以吹了吧 雖然說 Watch本來就是好東西 沒有的本來就建議可以買 那有S7 S8的完全就不需要更新 那比較能吹的話就是這個品質 這是蘋果第一個達到完全碳中和的產品線 然後各種回收材質啊也沒有皮革錶帶 酷克還跟這些管理層共演了一齣 Nature Mother的話劇社話劇 MOTHER NATURE WELCOME TO APPLE 但其實還蠻好笑的 有興趣的人可以超來笑一笑 Ultra 2的話除了超級亮的3000尼特之外 還有一些更精神的爬山潛水訓練的這些紀錄功能 然後就也沒了 也是想買可以買 但是有一代的不需要更新 那Watch 9是13500起售 Ultra 2是27900起售 但最後有一個小重點就是它的這個 預購日是台灣時間9月14日早上9點 跟這個iPhone不一樣 那一樣是9月22日開始發貨 那今天的整體就到這裡啦 我是小千 我們是生活的就是這樣 喜歡可以訂閱我們 並且分享這個欄包給你覺得需要的人 再按個讚就完美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